禁區666 回到我們禁區666 在今集的第三節 如果各位聽眾 你聽我剛才的兩部 你也覺得這件事正常 應該叫做 就OK 應該不會有 《倫敦吸血鬼》這個命 就是普通的兇殺案 很兇殘的兇殺案 很沒有人性的兇殺案 就應該未至於有吸血鬼 你剛才說的 你聽完兩節就說 那兩節是不是吹水 那兩部沒有一件事跟吸血鬼有關 你回水 你除褲 應該要這樣叫我們 其實不是的 因為有吸血鬼這個命 就是在被人拘捕了之後 審問過程中出現的 我先說回抽少少少黑格水 當警察發現黑格本日記之後 為什麼黑格說 這本是我的網上日記 其實網上這件事 聽起來好像很大 其實他也是想說自己瘋 可以這樣說 當然他之後 又用這個方向想和自己決罪 本身黑格的犯罪 基本上用了一條屍 是 那警方應該除了那個夫人之外 是找不到任何的屍體 其實我又相信那時候 應該是他有一些科學 即是我知道科學監製 其實真的盛行應該是六七十年的時候 但我相信那時候應該已經有一些科學技術 是可以驗證到 所以是不是人的殘滯之外 因為這裏有幾大問題 因為沒有屍體 沒有人證 也沒有物證 我當你有物證 是不是 屍體也可以說 就當我物證 你燒了屍體 但是最麻煩是沒有目擊證人 所以我覺得 這裏挺奇怪的 最重要是入島去罪 好像是 有看過以前的王秋生 人肉叉燒包 你也知道好像有些罪作催他不像 那知道警察怎樣令他可以說這件事出來 那現在一 首先我當我剛才找到一些物證 可以嘗試證明 他殺了最後的杜蘭德迪肯夫人 殺了一個 最重要是他有一本日記 有本日記 那我最多就說 我會自己妄想 那又這樣說 不是你說妄想就是妄想 但是我說妄想 你這樣說 現在旺角的人都說 我出來扣物 那警察都說不理你 那照樣打你照樣拘捕你 那這些就是香港的警察 不是 其實有些事情你講 或者講得通 但是那邊人家或者法庭 不信 警察信不信 就算你不信 我覺得他找不到其他物證 最重要是警察如果不信你 他應該會嘗試審問 或者做一個技巧 去令到你會把事情說出來 而最重要是黑格在這件事件裡面 是慢慢的 因為其實黑格 我看回他的資料 他被人找到這本日記出來之後 他都是 好像有這樣辯論 他好像沒有這樣辯論 他那次已經坦白說了 對 杜蘭德迪肯夫的人已經不在了 然後他說 你不會找到他的屍首 意思是這麼說 因為他有一個概念 其實現在的評論是說 他有錯了 就是他以為找不到屍首 找不到屍首 就代表警察做不到事情 但其實不是 警察只找到這個 即是他站在物證 因為物證 二來殺人動機 可能警察跟著 循著剛才說 他本日記 說他殺了另外的五個受害人 我相信他應該是循著 那些物證 或者銀行資料 去查找他 曾經亨世過人的財產之類 其實找到殺人動機 或者是有證據證明 你是謀殺這個人 這樣他繼續見外見的偵查 但是 他被稱為倫敦吸血鬼 就是他這個審訊過程裡面 沒錯 現在好像黑隔壁這樣說 就算你人證物證都去了 不是的 其實我是黏黏的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部電影叫做惡之教典 近來是一部日本電影 最後那個主角 Ethan英明 突然被捕了的時候 突然又說些什麼奧丁 又說烏鴉 好像黏了線 然後學生看到他 說了一句 不是的 他不是瘋了線 他是想用這件事來脫罪 那學生 最後那一刻 是令觀眾愛的心寒 其實黑隔壁就是用這個方法 對 黑隔壁就是用這個方法 我是瘋的 他就嘗試想 在一個作證供的過程裏面 去證明自己是一個瘋的 精神有問題的人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精神沒有問題的人 即是說你是蓄意犯罪 你是有心謀害人 你是有動機之類 就是會判死刑的 其實黑隔最後那天被判死刑 但是他就想嘗試用自己精神有問題 就像是捉獸王幫他解話 就像是用自己精神有問題的這個方法 去脫罪 又不是脫罪的 讓自己不用判死刑 留住自己的命 然後再判算下一步 然後他就在他的證詞之中 就說自己 我們之前也交代過黑隔 其實是一個基督教團出身 就說他自己自小就夢了一個夢 在夢裡他整天都看到 耶穌基督受苦的那個夢 即是他被釘十字架的夢 直到他長大 這個夢就沒有了 之後他會問 當然法官說 為何你會放這個夢 其實有關的 因為到我青年的時候 我的夢就寧見到 他依然是一個耶穌基督受難的夢 但是他在一個森林裏面 受難 開始流血 你知道 聖經書說 受難的時候流了很多血 對 然後他就在森林 看到森林 開始樹的變形 開始流曲 慢慢地 變成血紅色 然後他下雨 他下雨 當然不是普通的水 大家聽過那些血聲 也猜到 當然是下血 沒有其他東西 下完那些血的雨 之後 他就說 突然有一把聲音 有一個男人出現了 這個男人就在前面站在那裡 然後就拿著一個酒杯 酒杯裡面就裝滿了血 就走過去好像拿著一杯紅酒 喝吧 喝了它 喝了它 很好吃的 然後他總部就說 他發現這個夢之後 他會突然間紮醒 紮醒了 紮醒了 就覺得自己喉嚨很乾很爛 就不知道在喝求什麼 他就說這個夢 就是讓他喝求著喝血 這就是他的說法 當然大部分人起來 都會覺得口渴 其實現在的細菱 他說不是口渴的 直到他一天 發生了車禍 你知道他之前不是假裝有錢 有錢肯定要買一輛車 對不對 發生了車禍之後 有車禍 一定會流血 他第一次說自己喝血 就是因為車禍之中 額頭流血流到口裡 他喝了一口血之後 就覺得很興奮 他其實應該最重要做 就是我指飲館 插在自己頭 自己煮自己 沒有那麼多 然後 其實他說他小時候 也會有影響 他小時候 他爸爸人神 已經是弄傷了額頭 是沒錯 石聖鴻說 這個是惡魔 惹傷我的惡痕 這樣說出來 其實令他覺得 有一個血痕出現 是有一些象徵的意義 性癌也會 對 他覺得是性癌 所以那些血流出來 是有些不同的 而他有一個夢 是啟發的 就是剛才說 那個男人出來 叫他喝了那杯血去 他覺得那個夢 是啟發他 要他喝血 當然 所以他就說 之後要殺人 喝血 沒錯 所以我們說回 第一個受害者 黃仔 他第一個殺了黃仔之後 他就撥毀他 撥傷他 然後他用刀 架下 其實不是 甚至是撥死了黃仔 他就說他死了 他過了喉嚨 不是要殺他那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要方便自己喝血 沒錯 他只是作證供而已 他說打算殺黃仔那時候 過喉嚨之後 想用一杯 裝著那些血來喝 誰知道 是裝不到的 理論上 應該說實際上 應該是裝不到的 實際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總之他說過程 不是那麼順利 不順利 然後他直接吸血 不過這裏懷疑 血 應該是很難喝的 應該 那不是的 你覺得變態殺人狂 你又覺得好喝而已 你自己相信 大家都試過口胸流血 或者自己的口胸流血 自己的口胸流血 自己舔到一種貼瘦味 貼瘦味這件事 應該是腥味 我自己 因為試過一次流牙血 碰少許血 一定是吞的 誰來人都相信 是有的 都是很大股腥味 其實就是這樣說 喜歡不喜歡腥味 這件事是很過人的 那也是 吃的蟲蟲味很過人的 口味這件事真的很獨特 總之黑格就是這樣說 意思是他殺了黃仔之後 就要割去喉嚨 之後就說 好像不行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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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甚至乎是 用東西刺下去再嘟又有 就這樣用口咬住 那個位置 就好像獅子老虎咬住 那隻鹵的頸去嘟又有 總之堅持住 是做人在野那些 做人在野那些 做人在野那些 人做的過程那些 黑格就用了很多方法 都吸不完黃仔的血 當然 一定是吸不完 沒有可能吸完 之後他化了黃仔之後 他再次大覺睡 他睡了之後 又在夢中 發揮他自己的夢 又在一個心籠裏面 整個鬼異的心籠 我們就稱作 鬼異的心籠 然後又見到那個男人 給他一杯血 這次 終於可以喝到這杯血了 即是在夢境裡喝到這杯血 然後他喝了之後 覺得很滿足 你不用扮 你好像扮一個 原不知什麼壽司 大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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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滿足的粉絲 會打死你 你不要這樣做 我故意無否他的 總之他就 算是成功了 又或者他成功了 給人的感覺 終於喝到血而滿足了 其實這件事之後 他作證供應該也有說 只有幾個受害人 他都是 保持著喝血 總之他和警方作證供 他不斷都想說服警方 相信一件事 就是他殺這班人 或者吸血 是因為亡驅使他 要殺這班人吸他的血 就不是要掠奪他的財產 即是他想警方相信這回事 希望用這件事自己決罪 其實不止謙的 他說在被人拘捕的期間 除了做說話的證供之外 還專門做一些異常的行為 例如喝回自己的尿 他有做這些事情 總之弄一個人好像發神經 痴了腺 但是 我剛才也說 他發夢也好 喝酒也好 這些 其實多數都是他作證供 之後才說出來的事 變成他在謀殺的過程中 有沒有真的做這件事 就不知道 因為始終他發了一條絲 那時候只有他一個人 沒有計算過精人 是沒有人證實到 他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總之 我自己個人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是觸手你有沒有說 我覺得 他應該是純粹謀材害命的 而到這一部分 他也是純粹想警察和法官 相信他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而不判他死刑 留一條命再想辦法出發 因為他被人詐騙 第一次被人拘捕 坐牢的時候 其實他在裡面是行為良好的 他扮演到一個好像很洗心革面改過的人 甚至好像刑期有些少量減給他出來 所以他是一個很善於 戴假面具偽裝的人 所以他這次又想用回這條路 但是當然 始終你真的謀了財 因為如果 黑格他殺了這六個人之後 是沒有拿過他們任何東西 是真的純粹手法殘忍 或者 那個法官都可能會 或者那些警察都會相信 這個人可能是精神的問題 但是那時候還要找醫生去窮 去做那份精神報告之類 好像聘請了十幾個醫生 對 但好像大部分 絕大部分 一致裁定 近乎 都是覺得這個人是裝傻裝懵 所以 之後就 認為這個人是純粹裝瘋 認為他殺人的動機是為了謀財 而不是精神有問題 所以 最後判了黑格死刑 以及要行橫手死刑 記住是還手死刑 不是還手滋刑 又是這個爛機 不是還完之後下來 是真的要死的 又爛機 但是這件事其實 為什麼會經常說到吸血鬼之類 之所以 會有這個倫敦吸血鬼的名字 主要是來自這份證供裡面 不斷說自己 是為了吸血才殺人 所以就令他有這個名字 但是這個名字為什麼會越傳越行 或者是誰作給他 其實就不是他自己作出來的 不是他下口供的時候 問先生是貴姓 那時候他會說 我愛倫敦吸血鬼 不是這樣 主要是因為 當時要關一份報紙 就是《每日鏡報》 在英國的 就是一份也挺有名的小報 它的發行量 曾經是可以到達到450萬份 也很多 不要說少 小報是一個報紙的形式 小報的意思就是 那份報紙的尺寸 可能是比較小 而內容方面 都未必會是大報紙做的 那一類 我明白了 你說小報 就是我們現在形容 大報就是東方 明報那些 小報就是免費報紙 是 那當然 其實就是香港小報的不同 剛才我說的 英國《每日鏡報》這個小報 它除了說尺寸夠小 還有可能要方便你很快 閱讀完之外 這方面其實香港那些小小的報紙 其實不像 香港的小報 其實你隨時看一整天都還沒看完 其實跟外國的小報的方法 定義上有些不同 還有香港的小報的報道 最重要 跟剛才英國說的 最大分別就是 英國這些小報 多數都是報道一些較為 圈染色情暴力 甚至是一些作大母譜 即是現在這個年代來說 或者一些你看下去 嘩 這麼爆 那類的新聞來說 就不是傳統的新聞 報紙那類的評論 政治 或者報竊大單新聞 即是立場偏頗 或者有時候會弄一些 小的東西來講 即是那個爆 就好像我們之前說 《外國都市傳說》那一集 提過天鵝人 當時《天鵝人報》的最行 最初應該都是 我們所謂的《細報》 我們那集報估計 應該是在小報 去瘋狂報告的 而每日鏡報 在那個 形式上應該都是偏一樣的 所以當時 為了要吸引人 去留意他這份報紙 他是瘋狂地去報道 這一宗新聞的 即是甚至用頭版去報 說什麼 迪肯夫人葬身酸辱 之類的 當然他寫英文 他用了很多 中間又會講過過程 如何殺 如何知道 好像大一身 我相信是寫了小說 而且最近這些報紙 會安排很多 灼號給人 當時不是說警方 審訊裡面 吸血這件事嗎 他裡面 就用頭版去形容 做什麼 《倫敦》 《倫敦》 總之就是要讓大家看到 頭版的 那個 頭版 就覺得 好像 《倫敦》有吸血鬼出現 引人去買這份報紙 所以就令到 《倫敦》 這件事 由本身 現在說 原本說 《倫敦》 《倫敦》 就變成了 《倫敦》 這件事 所以就全靠一份 小報 當然 這份小報 順帶一提 他報道這件事上面 也有很多 所謂未判先審的事情 或者在新聞學上 稱為傳媒審判的 那件事出現了 案件明明還未開審 還未有結案 他好像已經說到 黑格如何如何去謀殺人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他的網絡公審 他的嚴重程度差不多 網絡公審現在可能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但當時傳媒公審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 會不斷製造成 好像已經將一件未定案的案件 報紙說到 好像已經判了 說到事實已經出來了 說到自己第一身在現場看 變成反而會製造了 社會的輿論壓力 所以當時 可能剛才好像觸手王這樣說 可能黑格裡面真的有很多疑點 你可以說那些不是人體殘肢 也好 那些狂想也好 即是可能黑格真的是瘋狂 黑格真的是精神有問題 他不是假裝的 但如果這些傳媒製造了 輿論壓力出來 那些人就會不斷說 吊死他 即是說這個人不死不行 這樣 可能會製造了壓力給法庭 法庭如果這樣判說 這個人真的精神有問題 不要判死刑 然後可能市民就會不滿 之類的 所以其實 無形中可能會製造了一個壓力 給法庭 去最後要判黑格死刑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之後 甚至乎每天鏡部 是這件事有被懲罰過的 是的 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相信 一些比較久的香港市民 都清楚香港的法庭 譬如判葉繼歡 我們拿葉繼歡 這個這麼大的案 我來講一點點 葉繼歡 一天沒判 基本上當時的報紙 是不可以評論案件的 他只可以說之前發言的事情 只可以說警察抓了誰 什麼時候抓了葉繼歡 他不可以評論 這個是相關法來保障了 還有用字上要說疑犯 要說這個是疑犯 拘捕了疑犯 不是拘捕犯人 是拘捕疑犯 他知道有多少個審判 中間的法案過程 是懷疑疑犯 用什麼手法去殺害人 所以很多香港市民 都清楚我們報紙 不可以干預 或是給任何評論 給法庭 先抽一次水 在之前某一個政治人物 在某件案件 在審判的時候 出來抽水 其實理論上 法庭可以去抓他的 我現在再講白一點 我可以說一個政治的女 她不是女議員 我不會太明白 因為免得他 說什麼 放心 他不會聽我的節目 總之他肯定當時 是違反了法定的 不過其實 因為剛才說 鏡布這件事 其實都是一九四幾年 五幾年的事 其實相對較長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應該會開始 會興起說一些傳媒審判 這一類的題材 應該是那時候會有這些個案 就慢慢 就是剛才我講過 鏡布最後是要被人罰 說他有為操守 因為那時候可能還沒有 我不知道那些法例 是興起了沒有 那時候其實整個新聞界 可能新聞學 傳媒審判這件事 其實還是討人家這段 其實之後慢慢形成了說 不可以製造傳媒審判出來 所以才會有剛才你說的法例 就說 在案件審美司法程序當中 就不可以 將案情或者法庭說的事情 馬上說出來 那些 這個也是 就是法律慢慢隨著 有更多事件發生過之後 會轉變 而且當時的法庭的法官 都看了這份報紙之後 都很生氣的 因為他說 我們英國的政府 政府給人家的法律 第一次看法就是 公平 正義 你這樣報道法 案的微信 你這樣來報 你這樣報 你這個案件 不行 一定要重罰 最重要是 他這件案裡面 不是你的法官 一個人搞定 是啊 還有陪審團 陪審完那時候才有大問題 陪審完大家知道 不是由一些法官去組成 可以由普通的公民去組成 他一定是沒有法律背景的公民 意思是要他們 用一個最普通的市民 中立的 中立的角度 對 希望不會說法庭 好像權力凌駕人民一樣 所以 但是這些報紙 不斷地報導 即是你會干擾了 你會干擾了這群普通市民 如果這群普通市民 看這報紙之後 他們會先日為主覺得 這個人喪心病狂 這個人一定有問題 他可能會潛在地 如果是無視了一些疑點之類 他就要做他的決定 所以鏡簿都應該被罰 其實都應該被罰 那時候說 整件事 剛才我也說過我的意見 我覺得 哈格他是謀才害命的 而最後要說什麼吸血 發夢意見 所以我就覺得 他是最後在審問程序裏面 作出來 要讓警察和法官 相信他的精神有問題 然後不用判例死刑 這個就是我的觀點 其實阿捉手王 你又有什麼觀點 你認不認同 去到這裏 我看回整件黑格案 我記了很多事情懷疑 第一 這幾位醫生 最後請了幾位醫生 判他的人格 這幾位醫生 有沒有幫黑格做完整的性格分析 完整的性格分析 他分析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你不可以否定 他真的可能有精神病 第二 你不知道是不是他 因為精神病 而喜歡他吸血等等 因為你始終真的沒有證據 剛才我有說過 其實是沒有證據 證明黑格真的有吸血 相反地來說 你沒有證據 其實是可以這樣說的 對 即是他可能真的有吸血 也可能沒有人吸血 對 如果他會不會是吸血後 才順便去謀財呢 當然我自己不相信 但其實這個疑點是存在的 對 最麻煩的 這幾份醫療報告 即是醫生報告 是不會公開給我們看到的 我們沒有可能分析 他的人格是怎樣 另外其實 你說醫生報告 這個 我會想多一些 就是 那時候因為這件案 即是剛才說了鏡埔 那件事 在微判之前已經是 你一出了 好像很爆發性 說出來 已經引起了輿論 那時候 大家已經知道 原來有六個人 當然有些版本說有 九個人 有三個人是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 純粹為殺而殺 但我的啟訓重要就是六個人 即是有六至九個人 是突然遇害了 即是當時是非常大的新聞 那如果是陰謀論 一小來計算 可能真的會法庭或政府 是很想搞定這件事 結了案 讓大家的市面上不會恐慌 你想想那個時代是甚麼時代 戰後 戰後剛剛 又是重建階段 你也知道英國最重要是 本土也有打過仗 被人炸得很厲害 其實是一個重建的階段 其實是一個人心黃亂的階段 而且會影響管治威信 所以會不會是想 搞定這件事 快點結束了一件案 所以就草草了事 報告又全部 講得難聽些 會不會是砌他生豬肉 沒有的廣告有 這類的 很陰謀論來說 當然我自己講的陰謀 我自己是相信 之前我講的立論 但其實這件事都可以思考一下 基本上整個黑教 最麻煩的 物證太少了 是 你最主要把他放進 我們以現在的法律觀點來講 把他放進 本日記 和小小夫人的遺物 你本身有這麼少證據 英國法律規格於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那麼多言點 為何會仍然陪他去死刑呢 當然我也相信 黑教會有殺人的 一定會有殺人的 但可不可以說 犯罪那麼兇殘 之前我們錄音也講到 他這麼大量的留宣 在哪裡來的 他怎麼賭 這件事 最重要買的時候已經很惹 可能已經有人報了警 或者你第一次買得 用你的箱箱箱 你可能做什麼都好 當然第三、四次買的時候 沒有可能再過到骨 最重要是他不斷扮 自己是一個上境人 即是你不是做工廠 其實你很難說可以 每次用這麼大 一整桶 雖然當然 要兜的可以說 他第一次用完之後 又隔了一兩年才再去用 買 中間吃完飯 回家之前就買一支 天天都買一支 早上去就 抽著袋送油買一支 總之積小成多 一天買一支 好像別人寵物資 積小成多 要這樣說 但是 我覺得真的 一來可以說 為什麼買這麼多 會有人懷疑 二來是不是融的過程之中 一點味都沒有 剛才你說的有趣 融又有味 有煙 有煙 會不會是上面那個 油酸的 怎麼會什麼都沒有 會不會是上層那個 那個地方都租了 不知道 其實我還想過一件事 我剛去買 劉酸沒有問題 沒有人懷疑他 又真的融了 沒有人懷疑 沒有人什麼 但是他倒的時候 我反而在想 一來他裝著這麼多的劉酸 連人都用得到 他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可以找一些膠桶 什麼 鋁的桶 之外 都裝了這麼久 不難 這個不爭 其實他倒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可以倒到 我當他倒在坑桶 那些坑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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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能來不可以越來越多 當然那時候可能沒有什麼 污染條例 那些 變成了賭這麼噁心的東西 沒人覺得有什麼 但是 我覺得賭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過 沒有人懷疑 其實 你還未用劉酸 用過的東西 真的不知道 你當一杯水 你把水 你把水放在 我把水放在 那些水裡的白色 一定是稠的 你把水倒進去都很稠的 這麼大堆 就是等於一杯水 我倒一包的水 外面有些街市 超市那些這麼大包的身份 很稠的包的東西 你不要說是塞坑桶 你倒進去都已經很難倒了 你怎麼倒 你整件黑個案 太多疑點了 你不可能說 憑少少東西 就去橫手黑格那些死刑 所以我覺得很懷疑 一來法庭可能 借每日鏡 不是鏡包 是 每日鏡包 一模倫 每日製造原來壓力 一方面我去佛敬 即是左手打右手 即是左手先偷東西 然後左手打右手 你怎麼偷東西啊 你這樣 即是 正如現在 最好說的比喻就是黑警 哈哈哈哈 首先我對這班新聞 你記者怎麼會知道那些新聞 上了報爆出來之後 自然我就可以快快快快結了黑格案 即是其實都是正 每日鏡包 其實都是法庭其中一個打手 即是幫手 推動整件事 即是推動整件事 大家聽眾容易理解一些 就好像現在香港警察 拘捕了幾個藍絲帶 拘捕了之後 轉球在警署門口 幫他接的士給他上 就是那個事情 其實你剛才說的這個陰謀論 再可以多一個項目去支持你這個陰謀論 你聽一下 我不知道當時的司法制度是怎樣 因為我不是讀法律 或者有你隔這麼久的司法制度可能有變 我明白我明白 但是最主要我 因為我不知道當時司法制度是怎樣 但是這個項目又可以拿出來說一下 剛才說過 杜蘭德迪肯夫人被黑格謀殺 就是2月18日 即是1949年2月18日 而黑格沒有結果被人拘捕了 被人審 那黑格被人審完之後 是何時被人拿去 走橫手死刑呢 就是1949年8月10日 這麼久的? 不久的 是1949年8月10日 而迪肯夫人是2月18日被人殺 你想想半年多一點 就審完兼吊完 其實整件事 如果用現在的死刑條例 現在國際 我不知道某些國家 如果日本或者美國 審完說這個人是死刑之後 有上訴的 因為有上訴期限 二來是要隔一段頗長的時間之後 才會執行死刑 因為他就說不希望 依求判完 那一刻就馬上拿去死刑 如果中間有冤獄 或者有上訴的東西出現 這樣這個人可能會走錯死刑 因為始終是人命 不能亂來 我不知道當時英國的司法制度是怎樣 好像說 巨人王就是寧王物仲 即是現在的那種就是寧王物仲 就是要去搞定 當然如果現在 正如剛才說美國日本那樣 就不會是這件事 總之不會出現冤獄這件事 寧願長一點才執行 長一點會是這樣的 但現在正是英國 當時英國也是 視為是叫做紳士國 還未跳來入不落地那些 那麼出名的 但他們應該也是 當時強調自己有法治 有進步之類的 但他們也是很快手地 又判 這頭拉完判完 轉頭 其實會不會真的 這個時候有些事情 其實我也說真的 因為實際上 應該只有夫人的屍體 還有他本質疑的事情 他沒有可能把之前五個受害者的任何東西了 除非說 我就拿回他的藝座紀律的文書 那些東西 還會說 是你的官員廢 這樣也分不出來 這個又這樣說 可以爭論 但是他爭不爭 那些官受不受 就是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 剛才我又嘗試過 用一個很表面的方式去解釋 就是由他那個犯案過程 和我們又會覺得他之後 是假裝精神失常 去逃避死刑失敗 這個就是最表面的 主流媒在現在說的那個說法 後面那幾個說 其實有疑點 插妹 會不會死刑好像執行很急 會不會報紙是 專程製造傳媒審判 讓這件事盡快搞定呢 這一切就是陰謀論的部分 沒錯 各客相信哪一個部分 不相信哪一個部分 也好 這就交給聽眾自己決定 我們就是把這些提出 拿出來放在那裡 各客好像選擇自助餐 你自己選擇哪一種 聽哪一種 你兩樣都不相信 對 完全不相信 原來你有第三個觀點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跟我們聊一下 又是那句 一分鐘還在聽我們 希望 一來多謝你 既然你支持我們這麽久 不如再加我到Facebook 大家交流一下 或者你甚至要 在YouTube那裏直接留言 也可以 或者說 你兩條粉漆 講了這麽久 全部都是假的 我有第五第六個觀點 不妨都可以說出來 其實我也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講的不同的個案 都是有很多版本 我們找了一個 我覺得較為可取的版本來講 所以我剛才說 我今天講的版本 就是六個受害人 但是有其他的版本 講一講 九個 甚至說中間出現的是陌生人 即是他真的不懂的時間 捉了回去湯 即是大家去賣粉 買一罐啤酒 這傢伙 很划算 拋他出去 當時有沒有賣粉 我不知道 哪個月而已 最主要的版本可能有些不同 今天我們就先講這個版本 我們今天就算是 捉手王過來之後 第一次講奇案的系列 算是 算是 這個也還有的 我們還有很多奇案想分享一下 所以有奇案 有神話 有科學 有都市傳說 我們那麼驅勞錄都算不可萬有 沒錯 不過下集我們想講些什麼 我們也想去賣一下關子 先賣一下關子 先賣一下關子 那一集看看會不會我們再捉到多些人 一起聊 沒錯 即是有時候我們跟他說 我們的Studio 錄音很過癮 不如想他們一起錄 然後有聽今集的就知道 我們在玩什麼 對嗎 然後可能 如果Cals有一副相機 我們就 這麼恐怖的事我們就不要再說 祝他們兩個好運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 掰掰